痛风 哇 痛得很厉害 对不对 老师那个痛风那个红肿是热 没有 齐薄说风寒湿 痛得很严重的是寒症 你如果看到红肿 你以为是热症 你开下去含凉了药 没有用 开着药下去 所以我们有父子乌头 父子开了是不能折 乌头下去 乌头比父子还强 那痛才去掉 那你男派的医生怎么治病 不要说乌头 那父子也不敢用 那他怎么治病 那个风湿就治不好 那湿气圣者为浊疲 就是这个湿气很重的人呢 停在那边不动了 所以病人来找你 老医生呢 我有关节痛 那你关节哪里痛 我这关节很奇怪 今天从这里 明天从那里 我们知道风寒是三气的 但是风比较深 风要开大一点 那有个人说我痛啊 痛得很厉害 那有时候痛到那边 有时候就没有了 不是每天发在那边 我们知道是湿胜 不 我讲错了 寒胜 对不对 寒胜在这边 那你说去寒的药开重你 那如果说他是痛在那里 固定 我觉得这个关节痛得很厉害 湿胜 我们去湿的药开得重 所以处方的时候 就是跟处方 风药 湿药 热药 这个寒药 开在一起 如果你知道他的病因是 这个三个气砸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厨房就很简单了嘛 我治疗风湿关节炎 包括张仲敬知道风湿关节炎 药也不出几位 把它简化掉 从此 痛风 风湿都有了治 不管西洋人讲的 内风湿跟关节炎 这个病人很可怜 因为当这种关节炎痛的时候 这位没有 不是病人你不了解 非常的痛 那有的病人呢 贪方便嘛 嘴巴就 止痛药吃下去 那你跟他说吃中药不好 会烧到身体 吃中药麻烦嘛 吃中药比较好 他嫌麻烦 短命 到他洗肾 洗肾以后 到他五六年以后肾衰 还是不能洗 洗不衰人就死掉 你嫌麻烦就命就没了 所以其实 归根究竟怎么样 就不相信种药 那如果他真的想求成 他不相信 他吃药 你看他吃五个月 他也吃 所以说 这个所有的止痛药 这些药下去的时候 会让肾会寒 因为西药不分寒热 他一下去止痛很奇怪 肾脏就寒掉 因为他没有 没有这个寒热之分 肾脏一寒的话 肾脏的功能就衰竭掉 那肾寒 寒是不是会移转到肝 肾寒会移转到肝 对不对 绝论读的 那移转到肝 就变成肝寒 所以吃止痛药 很多人会伤到肾 伤到肝 原因就在这里面 不单单是止痛药 很多的药都会伤肾伤肝 都是因为他里面 西洋人不懂得寒热 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寒药 那这个我们忠告知这个很快 那齐伯说 以冬天呢 我们讲 四季 所有的病 身上不管内科外科 所有的病 跟我们的节气都有关系 冬天 发病 我们称为骨碑 春天发病了金碑 夏天遇到脉碑 致阴 就是脾胀 肠下 节气的时候遇到为鸡碑 秋天遇到为疲碑 这个 就是不同的 症状 但是不管它什么 不同在哪里 都是凤寒师 那齐伯说 五脏 皆有所合 五脏呢 都有合的地方 比如说肺主皮毛 肾主骨 皮主肌肉 这个肝主筋 这个 这个都有所合 并久而不去者 内涉于其合也 只要久病的话 这个病都会停在 与其所合的地方 所以骨碑部以后 一直停在那边 不动的时候 再敢于斜 就会 就会跑到肾脏去 所以刚开始 你种了风寒丝 丝 下胶的时候 最容易得到丝 所以 那个丝伤 一定伤到下肢 关节 膝关节 还有植物怀柔的地方 宽部 这种容易伤到丝的地方 丝伤于下胶 那 如果说骨碑的时候 有病的时候 你没有把它治好 停很久 不去的时候 这个病会进入内脏 这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进入内脏 如果是骨头 这个风寒丝 停在骨头上 是骨碑的时候 进入内脏的时候 内脏和它是相通的嘛 第一个伤到就是肾脏 好 那肾脏本来是好好的 突然的风寒丝进来 好 就是这意思 金碑 没有把它治好 结果 然后再赶到风鞋 一推 把它推进去 就跑到肝脏里面去了 那麦碑不已 又敢于血 又有风寒劲来 加重了 好 因为太病酒 酒病的话 都会跑到内脏 好 就跑到心脏里面去 鸡碑呢 跑到皮 皮碑呢 好 跑到肺 好 所谓背着各以 其实 重感于风寒丝 之气也 所以说 我们以当令的节气 如果当令的节气 你再受到这个病的时候 好 就会加重 那都是 基本上都是风寒丝 好 那后面讲的是症状 当背在关节上是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风寒丝 这个丝气呢 跑到内脏里面去的时候 怎么办 会看到哪些症状 好 就越来越深了 好 那肺里面 风寒丝 我们说 你的风丝在肺里面 你还听不懂 那你有西医讲说 风丝性心脏病 这个倒蛮接近的 你不要给西医的明确 搞混了 风寒丝进入肺的时候 病人会繁满喘而呕 因为 肺本身呢 是气机的所在 阳气的所在 很活药的 像天幕一样 把全身盖住了 突然风寒丝进去了 大郎气会腻 气腻的时候产生的 就是 比如说繁满喘 而呕 呕 呕 呕吐 心背着 耐不通 凡着心下股脏 心下就讲 胃会鼓起来 抱上气而喘 意干赛意 绝其善者会孔 这是 因为这个心脏受损 火来克 水来会克火 这个人 我们前面 一再跟诸位讲到 我们的五脏 相生相克 五脏都是相生相克的时候 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这水马就过来了 所以没有 间歇 休息的时候 所以平常 正常的我们要保持 五脏之间非常的平衡 但一有问题的时候 马上去进来 他马上补位 不会说 等一下 让我考虑一下 没有啊 他不会等你 进来就进来了 这个 没有那么听你的话 所以我们常会说 我们如果心脏 一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去注意肾脏 对不对 注意肾脏 看看他有没有进来 有没有伤 进来 那肾脏本身主孔啊 那心发生孔 我们就知道 进来了 那干杯子 那个 这干杯子 夜卧则 金多瘾 好 一天 一直跑厕所 瞧便 好 尚微 尚微瘾如怀 好 因为这个 肾脏落在我们的 胸隔 横隔的两肋之间 落在阴气的地方 就会有这种现象 好 风寒师进入肝脏的时候 就会引起这些现象 那肾脏 肾脏着善障 好 这是 尻以带种 急以带头 这个尻以带种 急以带头就是 你 人本来是脚走路 是不是脚跟在走 那种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叫尻以带种 你不能走路的做好 水种的意思 下半身 种起来 水种 好 讲的就是水种 肾如果折到风寒师的话 肾脏就积水 好 脾背着四肢泄弱 好 脾主四肢 发壳 藕之 好 藏为大塞 就是 因为 这个 脾是土 好 当你这一受灾难的时候 土师 本来脾主是师 好 所以每一个藏不一样 脾本身是师 那现在在风寒 风加寒 好 再加湿 三个进来 本来脾就已经很湿了 再加上 这风加寒加湿 湿温更甚 把中格读到 中格读到以后呢 我们的食道 吃东西下去 好 这个中间都是 湿很剩 所以东西下不去 好 下不去 我们要知道这种 呕吐 我们知道 师很剩的时候 我们开厨方的时候 就这个药是指呕的药 可是你光指呕 你不知道它是 师很剩造成的呕 你没有开去世的药 它呕还是会在那边的 还是在那边 所以你 你开厨方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是呕 恶心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厨方 专门制呕 里面的内容都不一样 只会从这里 读过黄帝内经以后 听我讲上干经贵 很简单的 一看到主方就知道 张宗里在想什么 就是想这些 好 好 长杯子 好 树影儿出不得 好 这个中期争传 好 肠里面 如果风寒丝 跑到肠子里面去呢 好 有时候 这个喝很多水 因为丝很剩啊 好 堵塞在那边 小杯有时候排不出来 有时候一发 好 下力 好 前面排不出来 从后面排 好 包杯子 这个包呢 小腹膀胱 暗肢内痛 我们讲过 包 有个女子包 在小肠跟膀胱中间一个包 男人有一个精宫在这边 这是一个包 是落在 新包 也落在这边 所以你如果说 好 有看到这个A片 或者是什么 四个X级的 你看到的时候 你很亢奋的时候 那个心意会影响到包 就会产生精 这是一个正常的 常人的一种反应 那为什么说 看到这个很让你 好 跳脱衣服什么 你会很兴奋 然后精子会起来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心膀跟它是 精络是连到的 好 那你如果是 好 暗肢内痛 那好像有时候像热东西 滚热的水浇在上面一样 小便色 好 这种都是怎么样 风寒丝 跑到包中去了 好 包中去了 好 会造成这种情形 那上为轻涕 好 上面就会流轻涕 好 下面呢 小便排不出来 因为风寒丝在包里面 好 在女子包 还有在男人的精工中间 好 阴气者 好 静则神长 正常人 神长 心情很稳 很稳定的 在那边 神非常的稳 这是阴 好 葬是阴 神内常 这是非常的正常的人 就会有这种心象 如果造 好 这个阴就消亡 所以 现在对阴又下了个定义 好 所以阴你看 阴主静 一个人坐在那边静静的 能够打坐的人 就是很稳 好 神能够住在里面 好 阴在里面 那很造的话 好 人的这个 神就会消亡 好 这个是 好 这里突然跑一距出来 说阴气 好 那饮食自备 常外乃伤 那如果是造的时候 好 遇到风寒湿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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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遇到风寒湿的时候 你如果自己加倍 吃东西的话 好 肠胃就会受伤 这个时候 你读中医要反过来看 所以我们真正的 养生之道 你要节制你的食欲 不要吃太多 让胃气生起来 你要每吃一餐饭 一定要等到肚子很饿的时候 再去吃 你肚子不饿 不要吃 所以你如果吃完晚餐 肚子都不饿 你不要自己吃它 好 常常保持一点饿 是最好的 因为胃气一直在那边 然后所谓胃气就是饿 那你太饿了 你吃一点东西下去 不要吃太饱 吃完的时候 保持一点点饿 去停掉 所以要能够控制自己 这就是长寿健康的 好 这个 这个保养的身体的道 好 如果是这个背 聚在肺上面 会有喘息 如果背聚在心上面 优势 如果背聚在肾脏 小便会移尿 这个背聚在肝上面 病人会 这个气 全身倦怠无力 如果是背聚在皮上面 肌肉 会没有力量 好 所以如果是 任何的悲 任何的这种悲症 好 跟 酒病 酒悲不去的话 影响的内障 会越来越严重 好 越来越严重 我们后面 他后面讲一句话 风气盛者 好 就是说 我们有风 寒 诗 三种 集合在一起 风气很盛者 是最好治的 就是这意思 最好治的 因为病在最浅 不会最深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 饮食不要吃太多 要适当就好 这个不是说你生病 好 生病我们还要结识一下 平常常人的时候 就不要吃太多 吃到适中不饿 就可以了 好 那365页呢 如果这个悲症 风寒失 如果入胀 则死 其流连筋骨之间 疼痛得很久 好 如果这个风寒失 留在皮肤之间 好 皮肌肉里面 很快就可以好 好 所以说如果在筋骨中间 留的比较 一样嘛 好 皮肤 肌肉 血脉 筋骨 好 那个越深 越不容易好 病会越久 那入胀 好 就会 很 好 很危险 就会生命危险 好 生命危险 好 这个皇帝 因为皇帝问他 有的时候 背这个会死人的 有时候又痛很久了 没死掉 对不对 有的人很容易好 为什么 因为深浅不一 所以我们很忌讳 背如胀 背如胀 好 那 三百六十五页 齐伯 好 那皇帝先问啊 你这个如果背 刚刚讲的是五丈 如果是跑到腹里面呢 好 胆小肠 跑到消化系统里面去了 齐伯说 这个背症 好 也是跟他的隐居 基础为病之本 好 六腑呢 胆小肠 胃大肠 膀胱呢 都有鱼血 好 风寒 湿气 中到胆 中到这个消化系统的 鱼血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饮食硬之 饮食硬之就是 你平常不知道节食 就要不要吃太多 随便乱吃 大饱 大鸡这样子 不按照节食 凤寒丝跑到那个 腹的鱼血上面就说 这个时候一样会入腹 因为饮食不吃节食 所以说 你不管是怎么样 你随时饮食保持节食的话 凤寒丝皮都不容易进 你的身体里面 就这个仪式 好 那射在腹里面 进来的话就躲在里面了 躲在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了 那皇帝说 那我们针就怎么制呢 当然什么膝盖的风丝 我都教过里面 如果吸五针 那这里齐柏就说了 五脏都有鱼血 那我们五脏 中到风寒丝 我们要下针下他的鱼血 六腑呢 我们下针下他的鱼血 那群脏之分 各有首发各随其过 则为这个字念抽 这个抽就是病痊愈的意思 痊愈的意思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砸到 我们在讲针灸的时候 我们去介绍过 脏病的时候 我们有鱼血 鱼血专门在治疗脏病的 那这是贝鱼 肝清脾肺肾 对哦 那身上和血呢 我们在治疗腐病 那其他的经络上 我们按照经络来取血就可以了 好 那皇帝就问了 那荣卫就是讲气跟血 这种气呢 会不会让人家着悲 就是这个风寒丝会不会进去呢 好 这个齐柏在这个时候 替荣卫下了定义 齐柏说 荣者是水谷的精气 吃了好 我们米面饭类的时候 它的精气 这是我们所谓的荣 就是进入我们的血分 合调于五脏 撒沉于六腹 那能入于脉 好 这是血的来源 所以悬脉上下灌五脏 落六腹 这是荣 好 荣气 所以荣之源呢 是由水谷之精 味者是水谷之旱气 那气气飘极而华丽 不能入于脉野 这是气和血 所以气和血 实际上通通来自于水谷 来自于水谷 那食物里面的骨类 水谷里面的东西呢 里面的阴呢 就是造成血 羊呢 因为食物都有气 我们中医讲的气 这造成羊 这不会入于脉 睡在皮肤之中 分头之间 虚于荒谋 就讲的三胶 三胶都是 这个气走的地方 气走的地方 那善于胸腹里面 逆其气则病 从其气则欲 我们顺应他的气 这个所以说我们 这个荣卫呢 他不与风寒丝和气 所以故不为疲 所以我们这个风寒丝的 悲症呢 不会入血分 也不会入气分 不会进去 只会在皮肤的内中间 皮肤的肌肉中间 或者在骨筋之间 或者在脏里面 或者在腹里面 但是绝对不会跑到 血脉里面去 血脉里面去的 那这个皇帝问 悲有痛有不痛 有不仁就麻麻的 有寒有热 或有躁有湿 那原因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有那么多种 悲症 368页 齐波之花下定义 病人痛 寒痛多 寒气多 因为有寒故痛 所以痛绝大多数是来自寒 当然也有热 热我讲过 只有一种 就是牢 超牢的人 才会 因寒有痛 所以我们常常看病人腹痛 寒 那你刚刚开一些活血化的药 他化淤的药 他还是痛 你没有开去寒的药 那有的人呢 不痛不仁 这种病久入身 就是犬痛 没有什么痛 那这个病很久了 跑到深处的地方去了 那因为这个 荣畏之形色 这个风寒不会进荣畏 但是会让那个气血 流行的气 会阻塞 速度会减缓下来 造成经络 有时候不通 不通胀 这个我们称为不仁 不仁就是皮肤有麻麻的感觉 没有什么感觉 寒者阳气小 阴气多 与病互相异 所以故寒也 因为寒气呢 这个 这个我们人 平常 这个有两种人 一种是素热 比较肥胖的人 喜欢吃高粮的人 都是素热 有的人呢 比较瘦弱 他比较吃饮食清淡的 比较瘦 他本身是寒的 因为本人的体质不同 那这里讲呢 有的人天生呢 阳气比较少 阴气比较多 但是受到寒的话 寒跟寒会相通 会加重 那欲热呢 阳气多 阴气少 那病气 甚至是阳朝阴 故为悲热 所以素热的人呢 遇到风寒 是这一般来说 出现的 会出现热症 平常寒比较多的人 才出现这种急痛 那个寒症 寒气会比较多一点 那如果多汗而如 病人好 湿症的人很好玩 并不见得说 你看到身上流汗很多 我们在整脉的时候 会整到 我一摸脉 身上的皮肤 奇怪 粘搭搭的 好 流汗很多 你可以看到流 那个 你一摸上的皮肤 就是丝年年的 丝大大 皮肤上一层 这就是 杯 这是丝很盛的人 这我们可以摸到 我们在 灵状上常常会碰到 你摸 奇怪 怎么慢慢 这张皮肤丝丝的 就是 这个病人本身 丝太盛 阳气少 阴时盛 阳气相感 故汗处而入 那这种都是呢 天生 本身呢 这个阳气 不足的 阴气很盛 阴和阳是相对的 阴阳应该平衡 你阳少的话 阴就会胜 那阴胜的时候 阳少 阳本身是顾表 我们身上 皮肤在这边 那里面有很多水 那你不会水分 不会丧失掉 为什么 是因为有阳在顾它 所以水分不会丧失掉 就是阳 那你阳一虚的话 阴一胜的话 你当然会 失掉阴嘛 阴就是精液会跑出来 那这种人 在受到风寒的话 就会 加重 寒气会加重 因为阳少阴胜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人 遇到这种情形 会产生的不同的 一些症状 那 这个 你要知道这些 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有些药 中药 也分阴阳 表里 虚实寒症 有的药呢 是走表 有的药是走理 那有的药呢 是阴药 有的药是阳药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要这 黄帝炼金 它不讲药性 但是它只讲阴阳 表里 虚实寒热 我们的八纲 所以以后药 有的是 那是表药 这是礼药 这是阴药 这是阳药 这是补虚的药 这是巨石的药 诸如此类的 那寒 有的药是去寒 有的药是去热的药 是因为它有这样子区分 所以 这个 黄帝炼金为主 后面的本草 我们去找寻草药的时候 都是按照药性 来按照黄帝炼金 里面的 阴阳表里 虚实寒的辩证 来选择它 哪些药 来治哪些病 到第369页 背之为病 有的人不痛 完全不痛 那为什么 齐伯说 背在骨 则重 在身体会感觉很沉重 在脉 血泥而不流 血脉会凝住 在于筋 则屈而不能生 所以你看到 这个 脚不能伸直 我们知道 经的问题 如果这个背 这风寒丝呢 在于肉 则不仁 麻木 在于皮 病人会感觉到寒冷 所以 据此五者都不痛 也 凡背之类 逢寒则重 虫之类 这里 不然打个虫出来干嘛 其实是狙击 整个抽筋起来 逢热则重 这个应该是念 说 寒则说 在这里跑个虫出来 可能从 一下就说起来了 说 那热则重 这两个是 刚好是一阵一反的阵 比如说我们看到 能重风 手这样弯起来 寒 手这样不能弯起来 张开来重 这是热阵 风热 处方就有点 不太一样 那五种不痛的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 今天我们刚好 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悲论 好 正好解释 到370页 好 这一篇讲完 下次我们来开始讲 伪 好 你看 现在开始讲分赃了 前面讲大原则 现在越来越分 越来越细的 我们有哪些症状会出现 好 慢慢分来 好 下次我们明天 我们来讲这个 伪论 第四四篇 好 我们今天介绍呢 伪论 好 这伪论呢 这黄帝内经是第四十四篇 好 四十四篇 介绍伪论之前呢 先给这个一个观念 顾名思义 伪 就是伪缩 你眼睛看过去 这个人脚就伪缩掉了 好 那个手臂 肌都伪缩掉了 好 就是伪 好 那这一篇呢 就是讨论 伪从哪里来 那如何去治疗伪 那如何去做诊断 判断 好 我们跟这个前面我们讲咳论 专门讲咳嗽 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说 咳 首先犯肺嘛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没有肺的话 根本就没有咳嗽 那咳嗽一直在那边咳 表面上都是肺 那咳久了才会传到什么肝咳啊 传到皮咳 肾咳啊 好 心咳一路这样传 那腹传完了就再 脏传完了再去传腹 可是归根距离 回头还是个肺 所以你如果说治病在出 刚开始一开始有咳嗽 你一记下去咳嗽好了 就不会传了嘛 那伪证呢 他发病在热上面 通篇呢 是一个热 终于讲了阴阳表里 虚实寒热 这边讨论的热讨论了很多 这边这个热也是很特殊的一种方法 那临床上我们在治尾症的时候 时间都会耗很多的时间 耗很多的时间 因为这个尾下去以后 我们要去把它补回来的时候 真的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 把它恢复回来 不是不可治 可以治 但是比较就非常的耗时了 那你如果了解伪证的成因 那你在我们所谓防卫度界 并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下手 也不会有伪证出现 所以这一篇的重点在这里面 好 一开始皇帝问齐伯啦 齐皇之术嘛 五脏会让人产生伪证 为什么 好 这个 齐伯就回答了 肺 首先讲肺 肺主身上的皮毛 心主血脉 肝主筋膜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讲筋膜 皮和毛要分开来 我们前面读过 如果毛整个卷曲了 这个是死掉了 那个是气的末梢嘛 气之于为毛 血之于为法 好 那心主血 血跟脉 通通是属于心 你把它不能血脉 血跟脉 都是属于心 因为中国以前的文言文文字嘛 我们以前写文言文也有道理 因为以前是刻在竹简上嘛 那你写一本书 你就刻竹简 你刻刻看 你当然要越简单越好 对不对 不像现在打字很快 手写很快 那你不能怪他 以前用手刻嘛 好 那肝主身的筋 还有膜 看到没有 筋 好 在前面就读过了 这个筋会阳龄 是不是 我们就为什么说 筋会阳龄的脚 膝盖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不会的别的地方 因为 筋会阳龄 就是因为筋会阳龄 干筋的筋器到这里 所以所有的阴症出现的时候 阴寒症的时候 在脚怎么冰冷 怎么冰冷 一直到膝盖去停掉了 因为再来是筋带管 待会我们会介绍 好 那筋呢 因为肝脏有筋 这个筋出来 生出来以后 才制造成一个心脏 所以最初 婴儿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是水 因为有真水 有水 才有那个 这个受菌卵 才会附在水上面 才会开始生长 前两个礼拜 就长一块筋 两个礼拜以后 筋开始跳 就是心脏 所以肝 所以水生木 木在生活 西方医学是看到 开始跳了 这个有生命的 所以认为 第一个内脏是心脏 中医不是 中医第一个脏是水 所以肾为先天之本 我们非常注重 这个圣的水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全身的筋 是生出来肝脏上面 那肝脏产生心脏以后 那所有的我们 身上落到 我们全身的关节都有 关节旁边都有筋 所以说 那 那肌肉里面呢 你现在肌肉 你如果切开来 里面有一片片片片的白膜 对不对 那个白色的膜呢 也是就是筋之鱼 那个就是膜 也是属于筋 那脾上呢 主身上的鸡肉 鸡跟肉 这个不一样 我们把鸡当成肥肉的话 肉就是瘦肉 那就是白肉 瘦肉都属于皮 一个白肉就是羊毛 瘦肉就是鹰 圣主身上的骨跟水 骨头呢 是骨头 骨里面才有水 所以我们是 这个骨跟水呢 统统是归之于圣 由于身上 五脏对了我们五合 这种皮毛 肺和皮毛啊 心和血脉啊 肝和筋膜这些 所以说 下面就开始接受 因为它是先讲相关性的 这个时候就开始讲 治病的原因了 所以因为肺主皮毛 当肺热液胶的时候 这皮毛虚弱 肺里面 常态 如果要看那种 黄帝内经呢 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常态 就是 何谓正常人 在内经的观念里面 肺呢 法向天 像天目一样 天目一样 全身都照盖住 所以皮毛 全身都有皮毛吗 你哪个地方没有皮毛 他就把整个照盖 盖起来 所以肺下方法向天 那天上是不是很冷 对不对 天上是不是很冷 那我们人 这个是天 这个地球在中间 旁边有大气层 那这个地球在这个地方 那地球里面是不是很热 是不是热得像火一样 这是心脏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把天 比作天目的时候 心脏在下面 心就是地球里面的热 这个是寒跟热两个碰在一起 所以它产生一个正常的温度 就好像我们开车子 如果你没有水箱 你车子会过热 那如果水箱太大 或者装太多水了 引擎太小 过冷它也不泡 过热也不好 一定要适当的温度 常态 冷气呢 都是